大家好 冬天要多吃这些的煎包 不发面不擀皮 里面没有放肉 吃着比肉和香腰 底部金黄焦脆 薄皮馅多 一口一个营养又美味 操作方法简单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接下来准备一把 买胡萝卜是老板送的胡萝卜叶子 朋友们看一下你认识吗 咱们都知道胡萝卜营养 其实它的叶子也非常的有营养 而且口感也好 洗干净放到盘中 接下来锅中加水烧开 放入几滴食用油 洗干净的胡萝卜叶子放进来焯下水 放入食用油提到一个护色的作用 搅拌均匀 稍微用开水烫一下即可 像这样就可以捞出 放到有凉水的盆里面 过一下凉把它过透 用凉水过透 下手捞出来挤干里面的水分 最后改刀再把它切成小碎冰 切碎之后放回碗中 下面准备三个洗干净的香菇 改刀切成厚厚的包片 再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小方丁 切好收入盘中 再准备一个胡萝卜 改刀切成薄薄的包片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和香菇放到一起 另起锅倒油 有超市倒入三个不要钱的鸡蛋 用菜籽浸醋把它划散 鸡蛋炒好之后放到一边 再放入一把虾米炒出虾米的香味 炒香之后 把香菇和胡萝卜放进来 炒拌均匀 这样胡萝卜和香菇更加的有营养 最后把胡萝卜和香菇炒至变软 关火 调味的时候放入一勺鸡精 胡椒粉 白色的食用盐 蚝油 挺鲜 排骨料 切碎的胡萝卜叶子放进来 木耳倒进来 最后再放入一把葱花 再倒点芝麻香油 充分的炒拌均匀 炒匀之后 一道香喷喷的馅料部分就做好了 今天涂个蓝省劲 买了两块钱的饺子皮 取出一个面皮 上面放入我们调好的馅 根据自己捏包子的手法 把它捏成一个圆形的小包子 捏的时候把它捏紧 最后收口处也给它捏紧 好了 像这样一个小包子就包好了 一次像这样全部包好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电饼锅 磨上一层食用油 包好的小包子 一个一个的放进来 中间再放几个 先盖上盖子开火 煎至底面定型 煎了两分钟 打开看一下 把每一个都像这样煎至金黄 往里面倒入包好的电饼水 摸过煎包的底部 上面是一层 再一次盖上盖子 把里面的水分收干 这时候里面的水分也收干了 打开看一下 哇 各个晶莹剔透 出锅之前 上面再撒入白白的黑芝麻点缀 再撒入几个迷你的小葱花 哇真的是好吃好看又营养 一道非常好吃的鸵皮水煎包就做好了 大家看一下 割着面皮能清楚的看到里面的馅料 底面焦香酥脆 看着就很好吃 每一个底面都金黄金黄的 薄皮大馅 掰开看一下里面的馅料 哇 一股胡萝卜叶子淡淡的清香 出鼻而来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嗯 底面焦香酥脆 一口一个 里面的馅料鲜香美味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吧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点赞收藏 转发评论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